安理 闭门 肚子好饿呀 肚子饿 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肚子好饿 松鼠好像在说什么呢 松鼠说肚子饿呢 松鼠喜欢吃什么来着呢 应该是栗子吧 那我们去捡栗子吧 哇 小同梅 这里有好多栗子树呢 小心点 栗子树真的好多呢 我们来捡栗子吧 去哪儿呢 去哪儿呢 去哪儿好的 爱丽 这边有很多栗子 哇 真的好多呢 看看这里 爱丽 我们快点摘栗子吧 什么 等一下 小同梅啊 我告诉你 栗子呢 不是摘栗子不是摘的 而是在地上捡的 所以呢 不能看上面 是要看下面的 哦 天呐 朋友们等一下 等一下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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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这个地上 全都是栗子呢 好 朋友们 这个 这个看到了吧 爱丽呢 爱丽刚刚踩到的 这个就是毛栗子 这个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哦 好疼 爱丽小心 所以 朋友们 一定要戴上手套的 因为 真的很疼 所以 我们现在 快点戴上手套 不行 一定要戴上手套 好 那我刚刚为你准备好的 手套 这个 嘿嘿 哈哈 是手套 戴好 谢谢你 爱丽 那我也把手套戴好 朋友们 知道了吧 一定 一定要记得戴手套哦 要不然会很疼的 哦 哦 听到声音了吗 听到了吗 什么声音 一直在上面掉下来呢 朋友们 戴好帽子也很重要哦 要不然 栗子掉下来 砸到头上 也会很疼的 没错 没错 好的 好的 好 哇 哦 朋友们看一下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爱丽呢 用三十秒 剪了这么多呢 真厉害 爱丽 我真的很厉害 放到我的包里 嗯 很好 哦 小童梅 你看这个上面 哦 能看到这些裂开的栗子 是吧 嗯 这个呢 是可以拿下来的 我来弄给你看 看看哈 我来这之前呢 是做了很多顾客的 哦 小绿色的 朋友们看这里 朋友们 看这里的话 哦 是有这个 浅绿色的 薄栗子 是吧 这个呢 是说明这个栗子 还没有石头呢 所以 是不能摘的 知道了吗 一定要记好 不能摘 不可以哦 但是呢 在同一个树上 看到了吧 噔噔 哇 朋友们看到了吗 这个呢 栗子太大了 所以毛栗子裂开了 这样的 是我们可以摘的 但是 这个如果我们 直接用手摘的话 会 哎呀呀 会很疼的 所以呢 像小童尾这样 用树枝 对 做得很好 哦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朋友们看到了吗 只要像小童尾一样 用这个小树枝 慢慢 慢慢地弄下来 就可以了 很好 艾丽 你看一下 哦 怎么了 这个是我弄掉的毛栗子哦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真是的 我要告诉你的东西 还真多 刚才我说了吧 毛栗子呢 是有刺 所以不能用手 要用脚 这样用脚踩一下 艾丽 我脚太大了 不行 没事的 没事的 可以 这样的毛栗子呢 因为很硬 这样轻轻踩一下 看到了吗 哇 对了 这样踩一下就出来了 出来了 朋友们都看到了吗 so 啊哈 还有 so 就这样出来了 那么 朋友们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呢 我们摘栗子的手怎么做 要利用脚 哈哈哈哈 嘿嘿 是的 所以树上的毛栗子呢 我们只摘那些裂开的 最好不要摘树上的 而是呢 解地上的会更好 知道了吧 那我们之前呢 不是说要给这些小松鼠们摘栗子的吗 那因为我呢 要得到松鼠更多的爱 所以要剪很多很多栗子给松鼠 不是的 我要比你得到更多松鼠的爱 真好稀好 真好稀好你 真的吗 那好 那我们对结吧 看看谁摘的更多 谁就起的胜利 看这样怎么样 很好 好啊 飞好 一 二 三 出发 我要在这里 这里很多 这里这里真的很多 爱丽找好地方了 嗯 找得很好 哎呀 好疼 哎呀 哎呀 好疼 好 镇定 镇定 小松鼠们 有虫子 有虫子 我要 我要剪满 剪得满满的 但是这个应该很快就满了 哦 这里栗子真的好多呢 真的好多 但是摄影师朋友 你知道吗 这个栗子呢 是含维生素C的 所以对解除疲劳和预防感冒 很有效果 哎呀 好疼 好疼 所以呢 我把这个摘完以后 也给你哦 哦 不是摘 是剪的 剪好之后呢 跟松鼠们一起分着吃吧 我们摄影师朋友 因为给我拍摄 所以很累对吧 哦 你看我爱丽的心 是不是感动得要掉眼泪呀 很好 这次呢 要找树上的 找裂开的 快点找 找到了 树枝呢 在这儿 拿好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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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轻轻的 轻轻的 轻 轻一点 轻一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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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也要摘树上的呀 啊 艾丽 我要比你摘得更多 发现了吧 哼 我会摘得更多 哦 我发现了 朋友们看这里 看这里 但是这个毛栗子 变成棕色的了 这个真的是 树透了的吧 哇掉下来了掉下来了 小心小心 朋友们像找到宝物一样 在这里找宝物呢 我一定会都找到的 哎哎 哈哈哈哈 哎哎哎 最后一个 打打 哈哈哈哈 我赢了 小松鼠 我为了你捡了很多呢 都给你 一定要接受我的爱心哦 你快点装完吧 不可以 小童美装完之前呢 我要在这里尝一尝捡到的栗子 啊啊好疼好疼 那这里的 这里 栗子 我要尝一个 朋友们 爱丽呢 特别喜欢吃生的栗子 所以呢 经常吃的 不过像这样自己捡完吃 可是头一次呢 完成 本来爱丽呢是有开栗子的道具的 完成了吗 嗯 捡完了 捡了很多呢 那小童美你也做好 我现在呢要尝一尝这个栗子 这里的栗子真的是太多了 根本就没想到过吃 就想着快点解 快点解 结果爱丽就是光解了呢 爱丽也给我点杯 不行 嗯 不是 是因为这个是生的会稍微有点硬 所以你吃的时候呢 我怕会伤到你的牙齿 所以这个我给你扒开 朋友们这个呢也需要扒开 爱丽直接用嘴 朋友们听到声音了吗 不可思议吗 我也听到了 哟 看看这个黄色的 朋友们 这个把皮去掉 啊 我要吃了 嗯 好吃吗 好甜的 好甜 真的好甜 呵呵呵 哦 天呐 这个 这个栗子 真的 真的像水果一样 觉得很新鲜 真的像水果般这样的香甜 真的很甜 我也想吃 嗯 真好吃 哦 不过 一直吃这样生的栗子 突然想吃蒸熟的栗子了 啊 什么呀 这个是真的吗 是假的吧 假装是蒸的栗子给我 啊 是真的吗 真的 我天呐 怎么把蒸的栗子拿来了 像不像卡斯特蛋糕 像不像 朋友们 究竟 蒸的栗子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呢 阿丽怎么样 好吃吗 阿丽怎么样 嗯 啊 怎么办呢 朋友们 又纯香 又甜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 像是吃了面包 或者说蛋糕 这样的感觉 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我从来没感觉到过 栗子会这么好吃 阿丽 也给我点盐 这咖啡 这个呗 这个状态 要这么吃 要一口吃完 一口 一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很美味 真的好吃 不 是吧 嗯 我赢了呀 对了对了 给我礼物 礼物 礼物 真的不想要 这是什么呀 阿丽不要的话给我 现在礼物是栗子面包 栗子面包 朋友们 我得到了礼物 竟然是栗子面包 好吧 谢谢哦 还是栗子面包好的 阿丽那我走了 好久哦 加油 小松鼠等我们哦